打上關鍵字馬上就出現一堆通訊業者 主打辦門號換現金噱頭 這麼好康的方案超吸睛 點進網頁回饋機 一個喊的比一個高 想借此吸引民眾上門 不肖業者也借此打起歪腦筋 鎖定手頭較緊的大學生 利用各式話術 說要給予對方好處 只是借人頭辦門號 就可拿到大筆線機 其實他們別有目的 提出又影響被害人 借取個資說要申辦門號 還強調每個月都會繳納月租費 但哪有這麼好康 對方早就在列印的時候 連續復印了好幾份 甚至連蓋章的時候都會動手腳 假裝蓋章押合約 這張卻刻意避開個資 本該押在證件上 詐騙業者為了二次竊取資料 利用小手段蒙蔽民眾雙眼 不肖通訊行 用話術讓民眾誤以為合法 交出雙證件及SIM卡 調入詐騙陷阱 下場就是淪為人頭卡 還可能成為詐欺共犯 先給你五千塊現金 那帳單你也不用繳 我沒幫你負責 有做壞事 他可能就把它擺爛了 到時候電信業者出來 帳單違約金加起來 都要一兩萬塊 這個還是坐落在你申請人的名下 詐騙集團進化 連月租費都還假裝分攤 唯一不便的 就是製造天下有白癡的舞材 民眾貪小便宜 往往因小失大 記得劉帥 宋香玲 台北報導